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一般在家的话 如果说妈妈要做这个 就是跟面包店 买那个厚片的 可是你不建议用薄的吗 薄 因为我们等一下 把它捏成球状 薄得它太薄 好 对 厚片那我们就把它去皮 把它去皮 那因为它这个比较 没有那么的厚 对 所以我就把它一切四 就是一片切成四小块 那一小块就变成一颗球 对 那如果说像这个吐司 一般我们在家没吃完 都会冰冰箱嘛 冰冰箱之后还可以拿来做麻糬球嘛 可以 对 切完之后呢 我们先来调奶水 对 奶水我们今天选用就是 桑花奶水 所以这里面全部都桑花奶水 并没有加任何的白开水 没有 如果说你怕奶味太重的话 其实可以加 大概比例大概2比1 2比1加一点白开水 那因为它桑花奶水 它本身它是脱质性的 它没有甜度 所以我们可以加一点炼奶 好 炼奶让它有甜度 来 小帮手 但是你知道没有甜度 那为什么不直接用一般的牛奶 一般的牛奶 如果说用鲜奶也可以 那因为它这个牛奶 这个奶水的话 它的味道 奶味会比较重 对 那这个炼奶加下去 甜度是依照小朋友喜欢的甜度 那当然 就是不建议吃太甜 对 好了 好了 好 要把它拌均匀 对 让它的炼奶完全跟奶水融合 因为搅均匀 其实它炼奶因为它是浓稠状 所以你这样在搅的时候 就可以感受到 好 那搅完之后我们把 丢进去 对 吐司先丢进去 来 给你丢 一次要丢几块 一次要丢几块嘛 丢到它满 因为它要让它吸收它那个奶水 其实像这样它就 你把它想象成它就是海绵体 对 所以这样就算已经有吸够了吗 对 你可以 这边像这样还硬硬的 还没 它整个吸收之后 它会变成软的 好 来 那接下来 对 我们趁它在吸的时候 花生粉 那这个花生粉它是纯的 它是没有甜度 所以我们用那个细砂糖调一些 那加多少 大概加个三分之二尺 三分之二 再多一点点 好 来 好 那也是搅拌均匀吗 再一次好了 好 OK 好 然后 然后这是黑芝麻 少许 全部要把它搅匀吗 对 像我们在小时候有没有 吃那个麻糬 它不是上面沾那个花生粉 对 对 就是现在就是在调这个 就是这个 对 好 那你就把它搅均匀 对 如果你喜欢吃那个黑芝麻 就加多一点吗 对 加那个芝麻粉 用那个黑芝麻粉 取代花生粉 或者是花生粉 你再加黑芝麻粉 对 都可以 好 好 那你拌好之后 这个奶水也吸得差不多了 对 做一次喔 整块有没有 好 然后再把它捏 这会不会破掉 可是不是说这个要捏的时候 不能把奶水全部挤完 对 是这样子 对 所以你怎么拿捏 因为你 它在 因为它就像海绵体一样 对 所以它在挤的时候 你不可能 它不可能让你完全挤干 对 有没有 就是你的手掌 差不多 有没有 这样子 然后把它塑形 把它捏圆 其实这个里面都还含有 很多的奶水 对 然后再裹上 对 在裹上这个 它捏圆 对 我来 把它捏 我比较粗鲁一点 对 这样子 对 然后你要稍微把它捏 把它捏成一个球 对 把它捏成这样子 我会被捏破 没关系 捏破 然后我们再把它 就像黏土一样 再把它挤 然后把它弄 这样子 好 然后把它捏圆 这样就可以了 对 有没有 这样捏圆 把它塑圆就好了 好 来 你进去捏 大锅的话 这个油的温度 如果说一般妈妈 你在家的话 你可以这样子试 它的温度其实是 你有感觉到热度 大概在一百六左右 一百六 对 不是 你怎么能够准确知道 需要用温度计量吗 在家怎么可能有温度计呢 所以你看 我刚才倒下去的油 它会是有浓 浓浓的 那经过加热之后 它会越来越轻 对 就好像 像茶一样 对 那再来就是说 你如果不确定 你的筷子放下去 它已经在炸了 这样子是OK的 那再来就是说 你可以丢 丢一些花生粉下去 对 丢花生粉 或者是丢这个粉下去 其实它是有在炸就OK 对 从这样判断 对 因为这种 我们在炸这个油温 它不适合太高 一百六十度不算太高吗 不会 不会 它下锅就刚好 差不多是这个温度 那下锅之后 你要一直去翻它吗 对 要翻它 因为这个很快 对 像你这样在捏有没有 对 如果你有泡透的话 它捏起来不会硬硬的 对 如果它整个有吸收奶水的话 对 它捏起来是软软的 感觉就像麻糬 它已经在炸 那我们这里放下去之后 要多久把它拿起来 因为会不会炸太久 会不会太硬 太久会太硬 那你怎么知道说该拿起来了 因为我现在这个油 对 比较少 它会稍微浮上来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 你现在看 我现在下去它的泡泡很多 对 那慢慢的 它的水分被慢慢逼出来之后 表示它已经炸到里面了 对 所以它的泡泡会越来越小 所以等泡泡小 就差不多要起锅 对 因为我们下去有水分 对 那你如果说炸到完全没泡泡 它就太干了 对 就变很硬 可是现在目前泡泡 还是很多的状态 对 那因为我们它 本身它就是吸附这个奶水 所以它的泡泡 不会减少得太多 对 它不像一般我们在炸什么猪排 那些 它慢慢会变少 其实这样炸大概 两三分钟就好了 就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的油温控制得好的话 你就是直接炸到 你视觉上看大概金黄色 要等到金黄色 对 子昀你没吃过这个 这道甜点吧 今天是第一次 有没有很期待 因为这个是今天有动手帮忙的 子昀你帮我好不好 你帮我把花生粉倒到这边来 整个倒吗 对 全部这样倒 对 有没有 它会越来越胀 它会越来越膨胀 对 表示已经快差不多了 这样子会不会太多了 不会 全部倒 好 但感觉好像那个花枝丸 花枝丸很像 那在现在它吸收奶水的时候 因为我刚好看到 就是油有的有一些有喷起来 那你要怎么样避免这个问题 就是油会喷起来 油会喷起来 对 你说炸的时候是不是 对 因为就是说我们在裹这个的时候 尽量让它均匀 就比较不会喷油 对 它比较不会喷油 对 而且就是说 你不要炸过头 因为像刚才它会有声音嘛 就是那个水声 对 所以就要关火 关火 好 那差不多 它都已经浮上来了 好 所以就直接裹花生粉了 对 直接丢上来 这边有筷子 来 妳帮忙裹 好 香香的 小帮手说香香的 真的 来 我这样子 比较快 然后放在这边 放在那个盘子里面 你说裹好之后再放盘子吗 对 好 来 所以等于裹好就是搞定了 对不对 就好了就可以吃了 对 这样 这个弄好就放进去 对 其实这一道菜 甜点 它是以前很久的时候 像一般的那种 真的啊 对 这个不是现在的 以前老师傅他也是用吐司来做吗 对 他也是用吐司来做 真的啊 对 因为我老觉得这样看起来 应该是要做麻糬才会这样做 对 那因为吐司在那时候都是外味 那外味它是不是说 很多它都不方便 它怎么 它不可能去倒麻糬 而且吐司的成本又比较低 比较特别 好 然后我把它弄一些 再把它拨上去 对 好 这样就算大空告成吗 对 这样就OK了 花生吐司麻糬球已经完成了 现在就要美味开动 是不是很期待 好 来 搞坏 你先 因为你先 你先 来 你先 因为我们都没吃过这一道甜点 插下去没关系 软软的 软软的 好吃这个 饭 如何 它因为里面是合吃的感觉 然后又可以吃得到 吐司的香气 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 非常好吃 它都非常好吃 真的吗 你觉得里面的口感 还是吃得出是吐司吗 吃得出来 吃得出来 那不会觉得有像麻糬的感觉 有 也是有 那你觉得就是沾花生粉 你喜欢 好吃 好 因为那你自己 有没有觉得今天很有成就感 因为这个是你帮忙做的 帮忙 当然有 那下次要不要再来当小帮手 好啊 要 好 今天你带来的这一道叫做 吐司披萨 总会 对 总会吐司披萨需要食材有 牛肉 非软香肠 三神豆 洋葱 香菇 鸡蛋 猴片吐司 奶油 起司丝 番茄酱 凤梨蛋头 我今天为什么要拿这个 就是第一个它比较很简单 而且像家里有的时候 吐司面包就可以找到 你也不用再去像做披萨一样 还要去擀那个皮 那第一个比较简单之外 第二个就是 小朋友也可以自己动手做 我是要总会两个就是觉得 它是应该什么 营养均衡的感觉 对 就是看大家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料理 或做什么样的披萨 你都可以自己加入 那我今天要做 我带来是两个 一个是像 夏威夷披萨 因为紫盖它其实很喜欢吃 肥鱼软香肠 然后那你再加上凤梨 弄在一起撒一点起司 其实它那个味道就有点像 夏威夷披萨 太好了 对 那另外那个呢 我想要做的就是 牛肉的 就是有肉类的 太好了 那我们来动手做吧 好 那因为香肠 我们只是要烤 那因为送进去烤的时候 只要差不多烤个五到十分钟就好了 所以在香肠的部分 我会先用水 水煮十五分钟 把它先给煮熟 那为什么不直接烤呢 因为像这种直接烤的话 它比较麻烦 就是你可能烤的时候 你要它的那个受热 要均匀 对 变成说我这样铺在上面的时候 我还要翻面 不好烤 而且这样子烤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烤太久 会让那个面包就会烧焦掉 所以你先用水煮 那其实烤只是让它上色 上色会看起来比较漂亮 那我们可以先把它切片备用 在家里有煮过这道菜 对 对 因为它很喜欢吃 我们家都很喜欢吃香肠 讲实话 那为什么我今天选择非鱼卵 是因为鱼卵在里面 它吃起来会有 那种感觉 而且你看它每一块切下来 上面里面都有鱼卵 有 我看到了 非常清楚 而且就是它奔布得很均匀 所以今天这个香肠 是我个人自己带来的 对 因为我们就是很喜欢吃 很喜欢吃这个香肠 那我们先把它切一切 其实很香 你切的时候就好香 而且像香肠 其实就不需要再加任何的调味料 其实像这样子水煮就可以吃了 在这里就是把它煮好后切片 直接炒饭也可以吃 而且就看小朋友自己喜欢 好 那斯卡卡 我们先拿吐司面巴来 所以他接下来他要知道怎么做 然后我们要把它像 把番茄酱像蘑菇酱一样 把它涂均匀在上面 在它涂的当下 因为我觉得小朋友还是多少 要吃一点菜 你知道吗 所以我有准备三色豆 就是拿玉米 对 三色豆 红萝卜 然后还有葱米豆 这样子 我们就是用一点点的 奶油 一点的奶油 为什么选择用番茄酱 因为其实番茄酱它就是 烤披萨的时候就是要有番茄酱 那个酸酸甜甜的味道 对 那其实因为奶油的热量比较高 所以我们其实下一点点就好 好 好 我们就下一点点 稍微拌炒一下这个三色豆 就是让它稍微熟一点就可以了 所以我刚看到那红萝卜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 可能会再切更小块 还要再小块对不对 其实还好 因为你等一下放在这个 放在这个吐司上面 我们撒上去 把它整个眼盖住 就看不见了 好 对 对 我们就稍微把它盛一下 留一点味道 好的 好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 紫盖盖已经涂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让它 放这个凤梨 好 这个凤梨的话是我们要用 新鲜的凤梨漆还是 我用罐头的 其实用罐头的就可以了 对 好 你就放一些在上面 那如果喜欢凤梨的话 就多加点 那有的人如果他不吃凤梨 那可以加什么水果 你有尝试过什么水果 其实我们 因为我们就是想要它是有点 夏威夷的感觉 所以我们其实是比较常用 太多凤梨了吧 他就是超爱吃凤梨 因为它甜甜的 其实夏威夷披萨很多人爱吃 对 所以我们就是会 主要都还是放凤梨 那你说其他的水果的话 就是看大家自己的喜好吧 做做看 因为我们没有用过其他的 因为小朋友就是喜欢吃凤梨 所以我们就这样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香肠 已经烹熟的香肠 在上面 夹上 放上来 对 再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然后刚才炒好的橙色豆 你可以把它弄在上面 看起来颜色就还蛮丰富的 对不对 然后最后我们把起司撒在上面 你看你喜欢吃多少起司 你就自己撒 好 所以基本上这个披萨上面的东西 全部都是Sky喜欢的吗 对 目前算是 其实应该说 三色豆的这个部分 他们也很喜欢 所以只是为了要让它吃 对 就是为了让它可以吃 好 那我们现在第一个这个 夏威夷的披萨 我们就做差不多 已经是半成品 我们等一下就是要送到烤箱去烤 就OK了 那我们现在要做第二个 第二个我们要做牛肉披萨 好 就是烤要烤几分钟啊 烤差不多 其实可以烤几分钟 那很快 因为我们所有的食材是熟的 那我们只是希望那个起司 可以融化在上面 跟它合为一体 对 对 所以它是熟的 来吧 你最爱打蛋 有没有 它最喜欢打蛋 好 单手喔 不错 蛋都不会破掉 好 把它打均匀 好的 好 你看 其实有时候在家里 就是跟小朋友一起动手 然后你也教它做一点 它就会很有成就感 那你知道其实由自己弄的东西 煮出来以后 小朋友就会觉得 比较好吃 对 那个感觉就会比较好 而且它们还有小小的成就感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先把这边 切一下 然后把它打均匀 好酱啊 接下来的话 接下来我们先来煎我们的牛肉 对 对 这个牛肉是哪一个部位的 牛肉其实没有一定要哪一个部位 就是你觉得都OK 对 就是自己觉得OK就OK 可是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个上节目的厨师 他就是下锅的时候他没有加油 他直接把牛肉丢下去 他说牛肉自己会出油 对 牛肉自己会出油 这也是这样吗 可是因为我想要把它 就是稍微煎一下 稍微快速一点 那所以你如果说 就油当然也是不要放太多 有些人他不是很喜欢放多油 对 我们其实放两块就够了 好 你打蛋把它好仔细 好专心 好认真 对不对 那原则上其实牛肉啊 就把它煎熟 那我个人是喜欢就是煎稍微熟 就是煎熟了才放进烤箱 这样就不用烤很久 对 那有的时候你如果煎半熟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 牛肉不要吃到全面 那也是OK的 所以只要看 就是看个人自己的喜好 好吧 好 整个牛肉也差不多 我们就先拿出来 好 备用 然后刚才打好的蛋 现在我们放下去 把它煎一煎 看你喜欢吃牛肉对不对 你喜欢吃牛肉对不对 对 那你也喜欢吃蛋对不对 对 感觉好像这是妈妈为你量身定做的食物 那这个我们现在把它就是切成条状 等一下我们也是要摆盘在那个上面 然后香菇也是可以 香菇其实你可以用那个干的 用水泡一泡 因为它就会有香气 对 那因为我们今天拿的是新鲜的 那其实新鲜的香菇 如果说你用阴干的方式 对 它也是会有那个香气在 其实说实在 这些食材都是可以自由变化 譬如我今天喜欢猪肉 我就放这边 没错没错 都是很自由变化的 对就是自由变化的 好 其实洋葱我们可以放一点点 我记得有一次 你好像跟我说过 Sky不喜欢吃洋葱嘛 对 所以我们也不能放太多 所以我就是 也是切一点点的吃就好了 对 那可是因为有时候 因为已经有肉 有肉其实有一点洋葱 搭配它那个香味会比较 比较香 对 好 我们都是切一点点 好啦 那因为我们准备好了 所以现在开始 Sky再麻烦你了 好 你可以开始吃咯 所以像这道 因为这道菜很简单 那所以呢 如果说自己喜欢 譬如说你喜欢 就刚刚你跟你讲 你喜欢猪肉 或喜欢其他的肉 一样都是可以把它 换成你自己喜欢 因为有些人可能不吃牛肉 对 那像蛋这些啊 我觉得 因为它有很多种类 譬如说你也可以换成海鲜 没错 就是一样都是这样的土 因为反正它就是一个 吐司的披萨 所以你可以做海鲜披萨嘛 海鲜吐司披萨 所以你想要吃虾子啦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 都一样可以自己弄 没错 自己下味 它好认真地弄喔 对 它就是一定要把它涂满 像我们刚刚的牛肉 你有先下过去 但是呢 香菇洋葱的话 你是等一下就是直接用烤香 把它烤熟就可以了 对 那这个会拿来当早餐吗 对我来讲这个量还蛮多的 所以像如果说Sky在家里的话 我们不会给它吃到厚片吐司啦 对 那其实我们用薄的吐司做就可以啦 薄的吐司其实就是把它用 就是用夹心的那种感觉 好啦 妳可以开始排了 看看 妳可以开始排 妳想要怎么排 那如果今天不要吃太油腻 都想要只吃青菜 反正我们就在吐司上面 就放青菜就好 妳就放蔬菜类的其实也是OK的 蛮有趣的耶 我回去试试看 对 而且它真的还蛮好吃的 可以了 可以了 然后你看你要不要 然后就开始撒一样 撒一点起司在上面 那我们的烤箱要先预热 对 差不多180度 然后我们就可以动烤箱进去了 好 好的 再多一点吗 对 因为它这样子才能 等一下起司融化的时候 就可以包住 这些食材 就会比较有坎西的那个感觉 好的 那我们就可以送到 那个烤箱里面了 好 好 我们现在的总会吐司披萨 已经完成 我们美味开动 耶 赶快 直接用手拿好不好 好 是不是 好 好吃 对不对 很好吃 真姐 我突然想到 刚刚我们在上面加起司 一条一条 那如果加整片呢 整片也可以 也可以 对 其实因为我希望看到它是那样 一条一条 就是 因为你整片盖在上面 对 它如果融化的时候 它其实没有办法看到下面的 完全看不到下面的食材 那你用这种撕的 至少就是它透过 还是可以看到食材在上面 感觉那个颜色就比较漂亮 很好吃 好好吃 这个其实就是每个人在家里 都可以做的 对 很简单 好 观众朋友如果很想要学这一道 总会吐司披萨的话 欢迎上我们宝贝小厨神的脸书 粉丝专页上查询 如果家中的小朋友也想上节目 当小帮手 欢迎到脸书上报名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珍丽姐 带来这道菜 谢谢 路芳谢谢她的宝贝 SKY来到现场 谢谢 我们宝贝小厨神下次见 Bye Bye